我们从小条件虽然艰苦 但是一家人过得挺开心的 但是到我15岁的时候 本月就停止了 当时我就求这一次 我说救救我的儿子 在2013年 有事业单位的考试 我那次考上了 好多年都没见我妈那么开心过 但是真的天灾人火 又降到我的人身上 我说这个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信 有一天妈妈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下去是情绪控制不住 我就把那个杯子卡就在地上就摔掉了 我现在回想一下的话 我当时特别不懂事 那你现在除了开了店之外 你又谈了女朋友没有 谈了当时是极力反对 然后妹妹就说逃跑 我俩在外面躲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你让你妈妈爱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毛纹 就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她充分证明母爱的无私 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笔质高药业特约播出 孩子天天长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促进生长发育 笔质高 财类胺酸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 有请主持人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图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笔质高药业 特约播出我们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百艳怡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美女主播柴子璐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我觉得我亏欠我妈妈太多 我欠我妈妈一个幸福 妈妈这辈子为了我付出的实在是太多 太多了 妈妈一个人叫我们兄弟俩 汉心如苦地抚养真人 让我们走出大山 去看外面的世界 当一切都快有好转的时候 28岁时 一场意外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从那时候起 妈妈就证单了我的所有 我就像个婴儿一样 什么事都要依靠妈妈 妈妈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了 受了太多太多的委屈 妈妈现在为了我 还在操劳付出 我心里很不识紫园 所以今天到这里 我想对她说 妈妈对不起 可是我知道现在还在拖累你 来 我们掌声有请 被制线人妈妈张九梅 你好 各位女士 在回到时候 大家好 大家好 请坐 你儿子 是我儿子 几个儿子 两个儿子 他是老大老二 他是老大 他眼睛看不见 他眼睛看不见 今天他来道歉 是的 怎么他来道歉呢 他说我辛苦了 就是说他现在开一个毛人按摩店 我在店里面就给他一天帮忙 十几个人做饭 一天做三顿饭 打扫威斯上洗床单 他给你发钱吗 老板给你发钱吗 老板给我有一点点 发给一点点 他发你多少钱 他给我发两千块钱 他这么抠啊 这老板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您要请人吗 我说你不用请人 那你就给我发上一点工资 他不肯 就是您要请人 就班不想让你干 不想让我干 不想让妈累着 就是这个意思 来我们掌声有请致仙人 儿子毛文 杜莲老师好 嗨 这样一家宾好 大家好 请坐 谢谢 你怎么这么扣门呢 给妈妈发两千块钱 我妈刚开始不要这两千块钱 他觉得发多了 按道理来说 请这三个工种 应该花多少钱 按道理 我们早上九点半上班 晚上一点下班 至少要请两个人 一个人得三千五的话 差不多得花七千块钱 花七千块钱 对 所以你这是高兴的 还是不高兴的 其实不高兴 我就是觉得 我妈妈太辛苦了 她每天干的活 是一个人要干 基本上要干三个人的活 而且是两班到 早上九点一 一直到晚上一点 就是全天候的 什么活都干 对 所以你感觉 你自己还得拖累妈妈 很不好意思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像我妈这个年龄 应该说是 该退休 该在家里想亲父的时候 但就因为我的原因 然后到现在 还在店里 受这么多的累 操这么多的心 有时候真的于心不忍 有时候我觉得 作为儿子 亏欠母亲的 是太多 从小家庭条件不好是吗 我们从小家里条件真的不好 在青海一个大山里面 条件虽然艰苦 但是爸爸妈妈 爷爷都在 还有我的弟弟 一家人我觉得 还是有一点 天天之乐 过得挺开心的 过得挺开心的 对 但是这种开心 到我15岁的时候 等于就停止了 因为在我15岁的时候 我爸爸因为一场意外 就离开了我 15岁丧父 对 就是父亲的去世 对于我们家 整个家来说吧 就顶梁柱 整个都塌下来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 上高一的时候 有一天班主任来叫我 他说 毛威儿你出来一下 我出去 他说 你赶紧回家 老师给你请假 你爸爸好像生病了 你回去看一下 当时我特别纳闷 我说 我父亲身体一直特别好 怎么会生病呢 然后就从县城 坐车往回走的时候 到车站 其实好多人 都知道我们的事情 但是他们谁都不敢说 就看着我 那种眼神都不对 快到家里的时候 搬车司机给我说了 他说 你爸爸可能已经过世了 就是到家里之后 最后一眼见我父亲的时候 我父亲还是比较安详的 比较安详的就这样过世了 但是对我母亲 就是兄弟两个来说的话 年龄特别小 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深刻的体会 跟现在比起来 我觉得年龄越大 父亲的那份深厚的爱 好像就越来越重了 父亲一倒 家庭应该受到很大的影响 父亲倒下去以后 最重要的是 我妈就撑不住了 对我妈的打气特别大 我妈整整在家里 躺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身体特别虚弱 每天也不说话 一泪洗面 当时其实我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看到妈妈就是 呃成这个样子 已经 那时候已经不成人样了 瘦得已经不行了 然后有一天 走到床边之后 我拉着妈妈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呃妈妈 我现在已经15岁 也长大了 我说我不想上学了 因为爸爸去世之后 我就是 这个家里唯一 就是成年的男人 我得顶起这个家里的 这个 当起家里的这个顶梁柱 所以说我在外面的时候 也能打工 也能挣钱 也能给她分担一点 家庭的这个重担 说完以后 我妈其实当时 一直看着我 没说话 然后突然转过去 又开始流眼泪 又开始哭 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记得特别清楚 我妈 我和我弟弟出来 准备去上学的时候 我妈已经把早饭都做好了 做好早饭 呃拿着农具准备去干活 干活之前 我妈把我俩叫到跟前就说了 她说文文 听听啊 呃我和你爸爸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你们兄弟两个 好好上学 以后 呃就是走出这个大山 所以读书是啊 唯一的出路 一定得好好上学 所以你们放心 只要妈妈在 你们就好好上学 你们就好好地坚强地活着 然后从那开始吧 我和我弟弟又重新返回学校 又去上学了 嗯 但是毕竟啊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您丈夫走了之后 这个经济收入从何而来呢 经济收入收入就是我装的料是应该下来买着一点 在那个葱子里面附近我再打上一点工 就跟他们两个上学 打工干什么呢 打工是就是在我们附近 有那个修路 你修路啊 嗯 干小工吧 修路是 小工是干什么 是搬东西还是 小工他们去 这个那个车子里面 拉沙子 嗯 拉石头 其实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那时候早上起来 我妈干一天的苦力活 晚上回来连饭都吃不多 睡下之后到早上起来的时候 她自己是起不了身的 因为干了一天的活 鸡肉还有这个关节 都是僵硬的 起不了身 然后我和我弟弟 一边一个把妈妈扶起来 从枕头上这样 慢慢地扶起来 我妈可能要坐 半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还过来 然后吃点早饭 所以修学干苦力活 这那时候特别特别累 当然一个女人拉扯两个孩子 在农村当然是不容易 你的文化水平是 我是高中 你弟弟呢 我弟弟大学 你为什么没读大学 我主要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想上大学的话 我妈肯定是混不动的 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 我就没去考大学 我就去当兵了 然后我把这个上学的机会 就留给了弟弟 你多少年到那边 我是03年12月份 弟弟是什么时候考上大学的 弟弟是05年考上大学的 也就是说前后两年 你们相继走出了大山 对 这对于母亲来说 从03年到05年 对她来说是个紧托 对 担心吗 走了 其实挺担心的 那时候 因为母亲一个人 我们在县城市在租房子住 有时候 就是我和弟弟在的时候 我妈回来都晚了 我两个人还可以做点饭 妈妈回来还用个热饭吃 但是我和弟弟都不在了 我妈妈就是外面干一天的火 回来冰锅冷灶 你让她再找一个呗 当时就这么想的 但是我妈不找呀 为什么不找啊 你找一个日子好一点吗 你不那么孤独 我也没想过找 他们两个就给我 有一年冲锡的时候回来 就说妈 你有那个好事的 你去找一个吧 我们要不要出去 然后也不放心你呗 嗯 我也是那个冰锅子的嗓 跟下面有人呗 后来 后来我们冲的一个人 给我击少了一个 那母亲后来再婚了是吧 对 当时电话打完之后 打上打过来之后 我就给妈妈说了 我说妈妈这是个好事情啊 只要就是这个叔叔对你好 我和弟弟啊 一百个同意 嗯 完全赞同 我也祝福妈妈和叔叔 我说祝你们幸福啊 所以在结婚的时候 我和弟弟都去了 嗯 零几年结的婚 嗯 当时零六年 零六年 对 所以其实一切呢 在附近走了之后 又慢慢慢慢变好了 对 对吧 对 我是零八年退伍的 我是零八年退伍的 当了五年兵 零八年退伍之后 自己一直在外面社会上打拼吧 我在外面的时候其实经常跟妈妈通电话 妈妈听主我的大部分就是啊 自己在外面一定要多学习啊 如果你不学习的话社会就会淘汰掉 所以说我也刚开始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和看书的人 啊 嫁不住我妈妈天天说呀 他老说老说 然后我就开始啊 呃 养成了一个读书 学习的这样一个习惯 呃 后来在二零一三年 下半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啊 给我说了一个消息 他说在我们那边啊 州县有事业单位的考试 他说不行你可以参加一下 其实当时我是没信心的 去参加的都是大学生 我只上了一个高中 他说你可以试一下 于是我就去参加了 但是很庆幸啊 我那次考上了 考上之后 我妈还是特别高兴的 当时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其实自从我爸去世之后吧 好多年都没见我妈那么开心过 嗯 他那时候啊呀 儿子出席了出席了 今天是我们家里一个大事啊 他说坐 妈妈今天去吃带你吃个大餐 其实就是我妈在家里冻的那个 呃 排骨炖炖土豆 一大锅 嗯 虽然特别简单吧 但我觉得那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啊 呃 然后妈妈还给我买了一套西装去上班 呃 去事业单位上班的时候 我身体还不错 但是啊 呃 真的天灾人祸又降到我的人身上 呃 过了几个月啊 我就出车祸 双目失眠了 出车祸怎么会双目失眠 当时晚上 因为我们那边北方经常下雪 下雪路滑 当时车就滑到路边一下就滑下去了 滑下去之后 头撞到方向盘上 呃 撞到这边 然后颅骨多处骨折 下面的颜骨和颅骨侧位 诱饵出血 呃 最严重的就是湿神经 湿神经管右边的湿神经管骨折 呃 湿神经左边的也是受损了 其实是湿神经受伤之后 两个眼睛当时就看不见了 当时就受伤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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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大姐 嗯 您有的时候会不会埋怨说 为什么老是这倒霉的事儿老让你碰着 嗯 就是蛮严的 嗯 我说这个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信啊 嗯 到一眼看法师 两个眼睛眼睛准得这么大 这个 这个 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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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全部 就直系全部灰热 嗯 啥都看不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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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就 嗯 嗯 都给他哭了 嗯 嗯 我说你 你是怎么了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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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妈妈师父 我的 我的病不严重吧 嗯 嗯 那时候他也不肯定他的 年 是那个是咋样的年 嗯 他说我的病不严重 他说医生说不严重 嗯 第二次 天早晨 检查出来的急过是 你才让医生说了 嗯 可能你的儿子 你也 永远 看不见了 嗯 嗯 那时候我就 求这医生说 求你医生 你去 救救我的儿子 把我的眼睛给他换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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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书 那些不是这样的 不是坏的眼睛 他的神经损伤了 他的神经损伤了 不能坏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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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病房里面啊 其实内心的那种绝望 那绝望是一方 我其实最多的更多的是 心疼我的妈妈 就那个时候你是来不及悲伤的 对 那时候你也没谈恋爱 呃 谈恋爱了 市民之前那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 就走了 呃 当时我眼睛看不见之后 医生说 呃 我的这个眼睛 可能有半年的黄金修复期啊 半年之内如果好的话就好了 不好的话可能就好不了了 所以他等了半年 呃 也照顾了我半年 半年之后 他就态度明显的有点变化 就是你失明之后他在对对对 直到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呃 毛文 其实我本想着就是这边跟你在一起 啊 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 我家里边还有我的爸爸妈妈 需要照顾 呃 所以我恐怕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啊 然后他说我可能得离开就这几天 啊 哎 然后我当时还是 你说 强撑着 那当时确确实实是强撑着 很笑着跟他说 我说你能这样说 我也很高兴能照顾我这么长时间 我特意我也特别感激和感谢 嗯 其实我们也不能怪别 对我也不能怪你啊 但是无疑对于你来说是有很大的伤害 是吧 当时眼睛看不见是一个打击啊 然后女朋友突然离我而去啊 啊 就是一个打击啊 因为当时这个女朋友在我生活当中特别重要 嗯 我跟我的妈妈虽然就是两个人每天聊天吧 但是跟妈妈毕竟还是有代歌 有些心里话不能跟妈妈说 所以女朋友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回来 我就跟她说说我的心里话 呃 谈谈心事啊 我把她当成了我自己的一种精神支柱 突然之间精神支柱 就一次崩塌 我心里其实当时没有接受的 非常打击非常非常大 一直到后面的时候 我患了那个焦虑症啊 甚至就后面得了抑郁症 这个你的这种精神上的崩溃 会影响妈妈吗 会 其实记得有一次啊 那时候 当我患了抑郁症的时候 我平时就是啊 坐着坐着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不由自主的全身开始发抖 就是心脏心跳加速啊 然后呼吸急促就那种啊 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啊 有一天妈妈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一喝就觉得那水特别烫一下 烫着嘴了 我现在就是情绪控制不住 我就把那杯子 卡就在地上就摔掉了 摔掉的时候 妈妈其实也没说什么 她就哭着啊 又一次流眼泪 她其实流了好多好多眼泪 流了也把那些玻璃渣子全部捡起了 过来跟我说啊 她说孩子啊 你得从这种特别痛苦的这种世界当中 慢慢地走出来 把心尿打开 你想吃什么 妈妈给你做 当时我真的是啊 实在忍受不了 就是这种生活的压力 很严重担 痛苦啊 因为我每天都活在极度的恐惧啊 我那种害怕当中 我平均每隔十分钟 就要检查一次门窗 然后坐下来说 够十分钟又去检查一下 心里那种极度的不安全感 所以 当妈妈这样一说之后 我就给妈妈说了 我说妈妈我不想活了 我真的不想活了 我说坚持不了了 其实 当时我母亲的那种忍耐力也达到了极点 还要给我治病啊 还要巨大的各方面的压力吧 当时家里也没有钱了 就剩一百二十块钱 就是妈妈也实在坚持不住了 看我活得这么痛苦 妈妈就说 好吧 既然你选择了就是啊 选择要死 妈妈就跟着你 陪着你一起死 然后我说行 然后妈妈在临走之前就说了 她说你想好了没有 我说妈妈我想好了 我真的是实在坚持不住了 然后妈妈说好 你等着我去买药 买农药差不多在外面 将近一个多小时没有回来 这一个小时里面啊 我 感情就是捋了一下自己的 就是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啊 然后等于说就很悲壮的那个心情吧 拿出笔和纸啊 就是给我弟弟开始啊 写那个遗书 然后就跟弟弟说啊 我说我把我和妈妈的骨灰 擦到黄河里面啊 因为我爸爸的骨灰在黄河 我说我和妈妈就随着爸爸一起去了 然后你就好好活生 虽然说这事啊 放弃生命这事其实挺糟糕的 对 后来我全部喜好过了一会儿 我妈妈进来了 进来之后 她一生没坑就去做饭 其实她把饭做好之后端到我跟前 她说先吃饭 吃饭之前其实我还闻了一下那个饭 我说是不是妈妈把药放在饭里面了 闻了一下也没味道 跟正常的饭是一样的 然后就轻轻地尝了一口 也没味道 你不想死 其实我不想死 然后我想死 最后一顿饭也太简单了吧 就是白水面 我母亲最后还是没有把农药买回来 就说万一你明天看见了呢 我是不是又把你给耽误了 所以当时我把各种这种负面的情绪 然后就传递给我的妈妈 其实怎么说了 一路走过来 我现在回想一下的话 我当时特别不懂事啊 亏欠母亲的 实在太多了 就是家里面这个儿子这个样子 实在是我也是没办法了 那时候老姑她已经不跟我一块过了 哦 离婚了 我们两个离婚出去没办 她就走了 一路走过来 我现在回想一下的话 我当时特别不懂事啊 因为我妈妈在各方面的 对我的照顾操心 而且还为我 等于说就断送了她自己的幸福啊 那你这个失明了之后 就意味着一点啊 一切要重来 走路要重来 刷牙要重来 一切都得重来 刚开始就跟婴儿是一模一样的 啊 尿尿的时候我妈妈 给我拿那个小小小的尿管管啊 啊 然后我尿掉之后 我妈妈给我倒尿 光倒尿就到了 近大半年的时间啊 啊 因为你不会倒嘛 你不会上厕所嘛 对 其实你可以自己挪到厕所里去嘛 慢慢摸嘛 刚开始没有任何方向感了 是特别害怕 就是我眼前我站到这个地方 如果我不熟悉这个地方 眼前就好像跟万丈深渊一样 一步都不敢走 那可以理解 那母亲要各方面照顾你 还得带你去走路 让你熟悉环境 对 打破你那种对黑暗的恐惧 对 跟照顾孩子一样 对 所以母亲在这个照顾当中 吃了特别多的苦啊 后来因为我还要治病 还要治疗 她一边照顾我 一边还去在外面打工 为了我给我治病吧 我母亲将近前前后后 借了将近三十万的外债 所以在当时的时候 母亲可以说 付出了太多太多各方面 嗯 对 母亲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对 那千万债要她还 对 她还要照顾你 最关键的是 她担心你的精神照顾 她得让你开心起来 对 这是最重要的 怎么让她重拾信心啊 你都做了什么呀 我去找那个残联 去打问一下 我说盲人这个 学的技术也没有 她说盲人只能学 盲人按摩 打听后来 还给她不敢说 一说我说 害怕她 心情一激动 有发脾气 好多天 可能是 十天左右吧 有一天我就 晚上我就大了个担心 给她说了 我说 阿姨 我给 找了一个学技术的出路 就是忙着按摩 也不收钱 免费 学管制 管制 管制 当时 哎呀 她 还 给我也没有发脾气 那行 我去吧 哎呀 把我高兴了 后来她就从这 去到那个 忙着按摩 哦 就是学了一门技 嗯 是吧 就是你现在开按摩店 就是在那学的 对 啊 那你现在 除了开了店之外 你又谈了女朋友没有 啊 谈了啊 像 像你这样的帅哥 即便眼睛看不见 也有人喜欢呢 那肯定的 这个是你自个儿找的 对是我自个儿找的 啊 啊 我有一次啊 去我们悉尼那边的一个 智商儿童的学校 去参加一个 他们的公益活动 嗯 然后女朋友就是啊 这个惠林学校的 一个义工 嗯 从那开始认识了 认识之后 我就加她微信啊 啊 有什么不懂的呀 需要问什么问题啊 我就跟她问了一些问题啊 啊 偶尔的比如说需要帮忙的 我给她打电话 她就给我过来帮帮忙呀 这种啊 然后一来而去 两个人就熟悉了 谈得顺利吗 谈得不顺利啊 咋了 呃 其实开店之前 啊 我们之间还没有就是正式 确立关系啊 啊 将近有两个多月三个月之后 嗯 嗯 有一天下班的时候 我就跟她表白了 我从来也没拉过手 一把拉着手 说 啊妹妹 啊 妹妹 对 回来现在她叫我哥哥 我叫她妹妹 啊 我说妹妹 你眼前这个人啊 除了眼睛看不见啊 啊 其他的你觉得还有其他毛病吗 你有没有看不上的 人家说我哪知道 她说我觉得 很心啊 我说那你要是觉得很心的话 哥哥今天正式的追求你啊 你愿意吗 从来没见过这么表白 哥哥今天开正式追求你 对啊 啊 其实当时第一次妹妹她就没说话 她低着头 当时第一次就特别羞涩啊 啊 但是她在那羞涩我已经感觉到 你怎么感觉到她羞涩呢 她老低着头 然后我就拉着她的手嘛 她手心也出汗了 我手心也出汗了 啊 她也特别紧张 虽然没说话 但是我能感觉到她已经大同意了 你感觉到她急促的呼吸 对对对 她红脸了应该 啊 我也红脸了 啊你也红脸了 那有什么不顺利呢 过了一 将近两个月之后 我俩就决定告诉我女朋友的妈妈 他们家应该是有点反对 当时是极力反对 这也可以理解 完全理解 其实在那段时间她妈每天给她打电话 就催她要回来 你要是不回来 她说你爸我还有你舅舅我们要上来 从那个店里把把你过来要人 要把你带回去啊 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俩当时特别着急也特别担心啊 然后 那你就跟女友说 要不这样吧妹子 哥哥还是算了 没有 当时我问了 我说妹妹怎么办 妹妹 然后妹妹就说了她说 我说你觉得你妈妈要来了 非得要拉你走的话 你有办法 她说我没办法 那怎么办 然后妹妹就说逃跑 真的逃跑了 我俩在外面跑了 躲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啊 你这挺怂的呀 对 你这也不叫私奔也不叫什么 你这叫逃跑 对我这逃避 躲起来 躲起来了 那你妈不急死吗 我妈其实当时 承受了特别大的一个压力啊 当时女朋友的爸爸妈妈 舅舅都来了 来了之后 就要跟我妈要人啊 后来就 她妈妈说 你要是真不找的话 我们还得报警啊 你害怕吗 你也没见过那阵仗 就是 逃你了要人 你说什么呢 你不好意思说 她的母亲我看见了 她爸爸她母亲 还有她的舅舅 三个人都来了 来的时候 她的母亲也是哭的 她看好一点精神都没有 我看了 一看见她的母亲 我就特别特别伤心 谁都一样呗 母亲都一样呗 我也很理解她母亲 这婆婆善命 后来就 我们就聊聊聊 她说 让她回来了 就一定要 让我的女儿回家吧 好 我一定 我说走到她回来的时候 我就把那女儿 到家里来看你 就这么再说了 她们就回去了 后来她们两个回来 女儿就回去了 嗯 嗯 现在想一下 这个事情我做错了 我本来是一个男人 应该 单起的这个责任啊 而我选择了逃避 这件事情我真的做错了 让我妈妈承担了太多 现在还反对吗 现在还反对 不过今天 我已经想通了土雷老师 其实我也想接受这个节目吧 呃 跟平儿 还有平儿的爸爸妈妈 就是表个决心 虽然我眼睛看不见 但是 我有一颗 真的能够看见的心 而且有一个上进的心 所以我觉得 我以后只要好好努力的话 我可以让 我的妹妹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也希望叔叔阿姨 再多了解了解我 呃 其实今天我女朋友也来到了现场 哪个 啊 是你是吧啊 现在你爸妈还反对 反对 那你怎么办呢 我想和哥哥回去一起面对 那你今天你这一上电视节目 对吧 你让 这有点怎么说 我是挺不懂事的 因为以前我在家里就是 爸爸妈妈说啥 在他们夜里 我一直都是个乖乖女 然后自从我跟哥哥在一起以后 因为家里人的反对 然后我也就 跟他们一直见着 然后他们的情绪也比较大 他们就 就感觉 我不是以前的我了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打着 我为了爱情 可以对抗一切 好像爱情就是生活的一切 所以我就可以跟父亲对着来 其实是错误的 恋爱 婚姻是属于自己的 应该自己自由选择 但其实完全可以用一种两可的方式 只要你愿意跟毛文在一起 只要用实际行动告诉父母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而且将来所有的问题我个人承担 我不后悔 尤其是我刚刚听大姐说 说了说了你母亲也哭了 她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她就是为了你的幸福 毛文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今天为什么来道歉 为什么挑今天 就是在前几天 有一天我妈就是在打扫卫生 就是从店里边走过去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说妈妈你怎么了 我妈说没事没事 没怎么没怎么 后来我下午的时候还是不放心 就给我弟弟打了个电话 其实我弟他是知道的 我妈因为长期每天就是劳累 然后这个右脚 右脚就是脚掌 里边长了一个骨刺 每天都特别特别疼 所以我听完之后心里特别难受 作为儿子来说话 我现在眼睛看不见 我妈妈走路一瘸一管 我都是不知道的 我妈妈不说我是不知道的 我觉得这个儿子做得很实质 刚好就是我今天想进入这个节目 其实没有其他的想法 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想给妈妈道个歉 然后我觉得是我脱累了我的妈妈 是我让妈妈受了太多的苦 好 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母子之间的对数 是我感觉到这个母亲和这个儿子 是一直以来我们做这么多期节目当中 情感最单纯的母子 他们彼此说话的过程当中 语言的表达都非常的纯粹 我不知道你们三位的感受怎么样 来 今天当毛文的妈妈出来的时候 整个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一直眼睛大部分的时间都看着地面 我以为她是一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 说话声音很小 但是我后来听完了整个故事 才发现每一个苦难 她都一一地扛过来 你感觉她很弱 但是她又不是这样 而对于毛文 我是觉得 你刚刚说了 刚开始眼睛看不见的时候 我一步都不敢往前迈 觉得前面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你的生活当中万丈深渊的地方 你已经迈过很多次了 所以你和你妈妈是一样的 对这个世界你们是充满了爱和希望 你们从来都没有被困难压到 我很希望 你们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 温文尔雅的抵抗这生命所有的考验 加油毛文 也加油毛文的妈妈 很感谢你们今天的到来 让我们的内心也充满了力量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妈妈的这个母爱 妈妈的坚强坚韧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还有一点是毛文你自己 你不是从车祸那一天才变得坚强的 在小的时候 没有肉吃的时候 你会感觉即便没有肉吃 可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很幸福 所以苦的日子也能品出甜味 那一定是心里有力量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你的坚强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非常真实地出现在你身上 所以我相信毛文 之所以你能够走过黑暗 除了好心人 除了善良的妈妈之外 是你内在已有的那个坚强 才能让你去愿意去学盲人按摩 才能让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就从黑暗的恐惧当中站起来 才能让你从一个健康人 到了现在一位盲人 你还依然有勇气去创业 去完成自己的再一次的重生 这是你自己内在的力量 我相信在未来你的生活当中 你身边的人 包括你以后的爱人 他的家人 都会为这个家庭当中的善良 为这个家庭当中的坚强 为这个家庭当中 如此有爱的 不离不弃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感动 因为过日子 就要和人的本质去过 有的人眼睛亮心霞 有的人眼睛看不见心亮 谢谢你们来了 西宁我去过很多次 那是一个离天空特别近的地方 那里的天空特别蓝 云特别白 人特别淳朴 夏天特别凉爽 冬天特别寒冷 宛如毛纹的一生 有温润的时刻 也有寒冷车火的时刻 你完成了一部电影 妈妈再爱我一次 你让你妈妈 爱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毛纹 一个是眼睛明亮的毛纹 一个是完全失明的毛纹 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它充分证明 母爱的无私 但我相信全天下的妈妈 包括我妈妈在内 都会怎么做 我们无以为报 唯有去善待她 给她开两千块钱的公司吧 几七月 她只需要在你身边看着你 但什么不重要 毛纹 一个失明的残疾朋友 开着一个店 养了十几口的员工 不是社会的负担 反而成为这个社会能纳税的人 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点赞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 看所有所有美好的故事 你看全是正能量 全是善良的集结号 全是努力奋进 全是相互的扶持 第一 我希望他们成为社会的常态 第二 这就是你们以后的任务 希望这个故事 在咱们告别以后 有一个更加圆满的序群 好 你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接下来你所面对的最大的困难 就是不信任你的岳父岳母 准岳父岳母 但我相信看了这些节目之后 他们会信任 所以说其实你 应该更自信一些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其实你做的很多事情 更胜过于一些 有正常视力的人 好不好 好 接下来你有什么话对妈妈说 谢谢你来了 妈妈 第一次你生下了我 二十八年之后 你又一次救了我 你给了我两次的生命 所以在今后 妈妈请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努力 好好工作 在这个舞台上 请允许我 向你说一声 妈妈 我爱你 妈妈 我想要不 response 我应该不想要不动 我应该不动 我应该不动 我感到不动 你会这么做 我应该不动 啊 下 小心 小心点啊 孩子 我们最苦的日子 我们坚持过来的 现在的日子也已经好过来 我们一起 加油 好 好 好 对我们一起加油 如果你仔细去发现一下 你回去到你妈妈身上就闻一下 就妈妈不打香水 妈妈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对 那应该就叫做妈妈的味道 这种妈 这种味道我难以形容出来是什么味道 对 但是你总是会感受到 对吧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不管长多大 不管有多牛 取得多大的成就 我们始终是离不开妈妈 对 我们来看看 她送给妈妈的礼物是什么 你看不见我就帮你拆啊 好 啊 这你挑的 还是你女朋友挑的 我们两个一起挑的 你们两一起挑的 我帮你拿出来啊 是个戒指啊 就是那时候我爸妈妈接红枝的时候 条件特别不好嘛 我可能只有六七岁的时候啊 在地里干活啊 我爸爸就给妈妈说了 他说我们那时候结婚 也没给你买东西 也苦了你了 过几年条件好了 我一定给你买个戒指 买个项链啊 当时我妈妈其实也很不在意啊 她也是笑着对我爸爸说好 我等着啊 过几年条件好了 你给我买个戒指啊 这是这是你女朋友挑的 对 你女朋友挺聪明的 因为这个戒指是可以调的 对对对 是可以调大小的 来来来你给你妈妈戴上 我给你掰开来一点 哎老师调的刚好 调的刚好是吧 对对对 你看我这儿子也很孝顺 哎呦 这以后就戴了戒指 就不能干活了 我干活的时候 我手就抹下来 再抹下来啊 你以后就带 你就干那种不太需要手去干的活 谢谢儿子 这是我第一次戴金子 冰鞋吗 第一次我戴金子 冰鞋 这是我替我爸爸给的 谢谢儿子 行行行 好好好 始终保持好你的单纯啊 记住妈妈 好吗 知道了 好 谢谢你们了 谢谢老师啊 谢谢大家 啊 谢谢 王侯总啊 谢谢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让我永远借过去折断的灵魂 我们一起加油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笔质高药业特约播出 感恩生活感恩有礼 谢谢关爱儿童的笔质高药业 为两位当事人所提供的丰厚的礼品 我记得某一个小品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叫做天真 未必无邪 现在有很多人都扮天真 但是今天见了这对母子 尤其是这个男生之后 我是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无邪的眼神 大家感受到了没 他眼神当中非常单纯 看不到一点点哪怕是负面的黑暗的或者是灰色的东西 我相信他如果能够带着这份单纯和美好 继续他的生活 我相信他和他的母亲 他的弟弟 他的女朋友 一辈子都会快快乐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笔质高药业特约播出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笔质高药业特约播出 孩子天天长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促进生长发育 笔质高 胎胺胺酸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 多数量是国药业特约播出